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个视频带大家在这个高度欣赏了摩都上海的全景 在下面259米处还有观光玻璃栈道 那么在玻璃栈道上面欣赏上海的美景 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现在带大家下去体验一下 就是从这边这个楼梯下去的 看看这个上面一圈的话就是玻璃观光栈道 来看看 哇 看一下这个下面 有点吓人 259米的高度往下看 哇 有点心慌慌 是明珠环岛 外围的大圆圈呢 是人形天桥 横跨了好几个路口 这也是上海最大的一座人形天桥 东方明珠全透明观光廊 高度是259米 周长150米 宽2.1米 是全球唯一的360度全透明观光廊 站在全透明观光廊上 以空中漫步的独特方式 欣赏上海全景 体验前所未有的震撼感觉 看看这两位老外 也在欣赏着上海美景呢 这些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玩的 他们都是坐在玻璃栈道上 等着天黑看夜景 我发现这些人胆子都好大 坐在这个上面 而且小朋友玩的特别多 说实话 我站在这上面的话 我真的是不敢往下看 我还是过来吧 从玻璃栈道往下看的话 感觉很多高楼看起来 是又小又矮 就像是模型一样 下面的这座金融信息中心的大楼 高度是有100米 但是这样看的话 就像是玩具模型 在玻璃栈道上看上海市景 这个感觉和在263米处看的 完全不一样 263米看的话 是只能从前面看四周 在玻璃栈道上看 不仅可以从前面看 还能往下看 不过孔高的估计是看不了 因为往下看 真的会腿软 前方的那三座高楼 就是上海三件套 在玻璃栈道上看 不过孔高的估计是看不过孔高的估计 在玻璃栈道上看 不过孔高的估计是看不过孔高的估计 估计是看不过孔高的估计是看不过孔高的估计 在玻璃栈道上看不过孔高的估计是看不过孔高的估计